这个直行模块我们一直都是在用是吧 那我们内置了很多的直行模块 默认是在这个我们的usrlab 然后pathon 然后sort 这我们sort的安装路径对吧 那么在sort的安装路径 有一个叫做models的一个目录 这个里面就是sort的各种 各种模块 然后记得我跟大家说的每一个模块都是一个pathon脚本 对吧 每一个模块都是一个pathon脚本 比如我看这个 看这个 看这个service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 你先前面看不懂的先不用看啊 你说这个只要学会是要的 像这个定一个函数 对吧 你看就是stop 然后你谈谈谈判断这个 你的系统 使用不同的东西去去给你起来 你看stop restart 看状态 reload的这些东西 就这样写的 所以说 其实一个状态模块 还是比较容易写的 好 但如果你想 这里 这里边有一个注意的是像 如果你自己要写状态模块 那么 你这个名称 就是固定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想写一个 hello的一个状态模块 那你这个名称就叫做hello.py 就是这么来写的 而且你要注意的问题是 你自己编写的这个模块名称 不能和这个系统上的冲突 不能和这个系统上的一样 那么要编写 咱们现在 比如说咱们现在要编写这个状态模块 怎么编写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写在哪 对吧 写在哪 他写在哪 写在这里 写在 我先来看一下我这个feil root写在哪 feil root对吧 你看啊 srv sort 这个模块写在哪 就是在你的 这个feil root下面 你去创建一个 下滑线 molus的一个目录 写在这 当然名称什么了 可不能改啊 就在这么写 你就要求了 你要创建一个下滑线 molus的一个目录 然后呢 你把所有的自定义的模块 都写在这个里面 就可以了 写完之后呢 我们还要同步到 mini上 等下我再说怎么去怎么去同步 嗯 好 那我现在要去 我改成里面要写一个写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 做这个mini输出的 好 我现在进来 你们和我一样啊 在srv sort的base下 创建一个下滑线 脑子的一个 一个目录 然后呢 我在下面 我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 就是 显示磁盘容量的 写一个 mydisk的py 呃 这个模刻干什么 就是显示我当前的磁盘容量 就相当于我们执行 df -h 对吧 好 非常的简单 简单到令人发指 你看啊 dif list 这就是定义了一个函数 对吧 呃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对于没有写过pathon的 pathon是以 这个缩近来表示 这个 关系的 啊 cmd 等于 df -h 这没什么 这没什么疑问吧 我定义了个变量 你看这个和谁要看的 类似是吧 好 cmd 看这个 这个好暴力的一种写法 你还记得我说的吗 sort 所有东西都可以相互引用 我这里我就用 我定义了一个df-h 然后呢 我让cmd的论来帮我来执行 可以了 返回 没了 可以了 看到没有 这个模块是不是简单了令人发指 这就是一个执行模块就写完了 但我这个执行模块只有只有这一个方法 list它们 对吧 我好 我写完了 我发一下 你发现它 sort的很多 很多模块 有的时候都直接用cmd的论 就可以实现 好 然后现在 我要把它同步到所有的 minia下面 怎么同步呢 sort 新 然后sort util util SYNC modus 就这么同步的 还记得我们使用过这s1c grants 对吧 这个我们用过啊 只不过我们同步的是 s1c 然后下号线grants 好 这样的话就同步到各个minia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我刚才写的这个pathon脚本 拷费到那个minia上 放在哪呢 放在这 放在这个 放在 放在 挖下 cash sort minia 放在这 同步就做这个作用 就是把这个文件拷贝到了 这个目楼下 你看一下 看他一下 原封不动的拷贝过去了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好 现在我就可以执行我这个模块了 sort 新 我那个模块名称叫什么来着 麦 麦 下号线 disk 方法叫什么 list 我要在那个must上执行 就这样 这个模块写起来 简单的令人发指 这样我就写了一个买disk的一个模块 里面只有一个方法 list 所以说基本上 你要用sort的话 其实你只需要简单的学会几个 一些 python的基础 你就真的是可以拿它来 写一些模块 写一些模块 我举个例子 你以前是使用7d去跑一个脚本 你就可以把它封装好 写成一个模块 未来通过这个模块 来来执行 比如说 你叫做 你写一个叫做 部署的部署的模块 deploy 对吧 什么 你想部署什么版本 就deploy 什么什么 然后你想回滚 就是deploy 什么roback 什么什么 然后再加个参数 什么 就类似这样的 都都可以 你就可以自己了 封装一下 写成这样 这样的方式 好 这就是 怕大家睡着 先讲一个 这种 二次开发 类似这样的案例 就让你知道 写一个这样的 写一个这样的东西 是怎么写的 就这样 一般的话 你想学的话 其实就是看什么呢 就是看那个 看官方的一些 官方的一些东西 你看着看着 就是比如说 你已经学会了一些 Person的一些知识了 对吧 然后呢 你就拿一个官方的 这样的 你就 你就看 你比如说像刚才 我看到这个 是Service的这个 我刚刚看到是Service的这个 你可以看别的 比如说 找一个 你这样找这种简单的 然后呢 你大概能看得明白的 这复杂的你就可能看不懂 我再找一个 有没有 好 好 你看 它这个是这样的 它这个house 其实就是 如果是windows 对吧 它找这个house文件 然后 然后呢 它去写 它去把这个house文件 去把它 把它就是解析出来 然后来 来去实现 去lease它 去盖它 什么这样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非常简单的 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 这个salt比较灵活的地方 其实就是在这 你看一个 它的一个 执行模块 然后呢 你照着 照葫芦画表 慢慢的 你就可以写出来 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 执行模块 它是 它是这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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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这个样子的 有什么样子的 这种 就是这个样子的